我觉得你是有梦想的 因为我刚才从她的这个歌声当中 特别是那种陶醉感和那种执着感 你的那个动力我是最喜欢的 因为以后的年龄我们是相仿 其实我看你的简历 是2007年开始出来打工的 我就是2007年的 今天出来打工的 整整15年 今天是一个非常神奇的日子 那今天你不得 不得跟我们一块出去 请我们庆祝一下吗 真的 这是你发迹的日子 因为两个人呢都是苦书生 家里原来都不是很富裕 但是呢两个人都特别上进 孟良你只是在做美食 而且是做那种 就视觉感官很好的美食 然后呢朱磊呢 是在做这个演艺方面的工作 也是跟美有关 他们两个就都走上了一条 追求一个美好的道路 我最认可的一点 一个是认劲 另一个就是当下关键词讲 拒绝躺平 对 对吧 我家就这条件 我拼什么呀 我有什么可拼的呀 我不拼了 我不往外走那一步行不行 对 我不去学这个行不行 其实你仔细想也没毛病 对 但是他俩拒绝躺平这一点 我觉得 特别好 应该给他们俩点赞 点赞 感受 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鼓励的啊 感谢 感谢 感谢